在這個機會介紹一下 我們的這個音樂跟舞蹈 是來自 西非洲 非洲有分東南西北跟中非 那這是西非 來自西非的音樂跟舞蹈 他們的音樂舞蹈 就跟我們台灣原住民的 音樂舞蹈一樣 是來自他們的生活 就是他們平常生活 喜怒哀樂 昏尚喜慶 就是這樣的古樂舞文化 在部落文化裡面 音樂舞蹈這些 因為他們是沒有文字的民族 跟台灣原住民南島文化一樣 沒有文字 所以說他們必須要用 其他的藝術形式來傳 完成他們的文化歷史 還有他們的生活經驗等等 我們叫做媽媽亞西非 菲英古樂舞團 前面有我們的DM跟介紹 有興趣的話 歡迎可以索取 好 那接下來呢 要為各位帶來一個不一樣一點的 我們帶來一個不一樣的 剛剛我們看到的是 鼓跟舞 有鼓啦 還沒有舞 現在我們來為各位來介紹 幫他接一下 介紹我們一個很特別的樂器 是來自也是西非的 西非的 21 旋豎旗 叫做Cola Cola 那我們的團員 Bittin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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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他是 應該是台灣 應該也是華人 唯一 踏上西非大陸 去學習 這個樂器 這個樂器非常非常的困難 一般人大概要有八隻手 才有辦法彈 OK 好 OK 好 好 那這個樂器呢 等一下我們會 有機會請那個 咳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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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這個是 21條弦的竖琴 OK 它來自西非 特別是從 其實從甘比亞開始 那但是現在這個樂器 非常非常重要 在比較靠近 中間一點點的馬力 那它是一個harp 所以 我們只用這四隻手指頭去彈 We use this four fingers only 這三隻這六隻我們是拿來 hold住這裡的 OK So Basically I will sing 我會唱跟一起彈 So I will sing and play at the same time and he will play with me on the djembe OK Shh 可以聽得到嗎 可以聽得到嗎 等一下喔 拉起來一點就彈跳來 在往後 幹嘛 各位朋友可以去那邊拿票 如果喜歡我們的錶 幫我們投一下 人氣一下 好 趁我在挑一的時候 只有男人可以彈奏這個樂器 只有男生可以彈奏這個樂器 所以女生在西非彈奏這個樂器是一個禁忌 是一個禁忌 是一個 taboo, you cannot play if you are a female